嘶 哪裡 什麼味道 嘩,好厲害 嘩,天降金龍都聽得多了 天降飄爆水都是小見 真是避無可避 避無可避的是這位住在葵聰村的馮小姐 兩年多前開始 她發現家裡大廳的窗口不時出現水積 起初以為是樓上冷氣機滴水 後來發現原來不是這麼簡單 窗口就是… 我估計是漂白水的 它就黏了我的窗口,很難開 有些白色的物體黏著窗口 很骯髒,一點點好像雨水 但不會散的雨水 濕完又乾,乾完又濕 好像鹽一樣,但白色粉末是磨得溶 窗上留下的一條條白痕 馮小姐覺得絕不是一般水積 而是由漂白水所造成 近這兩個月,樓上倒漂白水的情況 還越來越密 幾點到幾點會有漂白水嗎 最早有一次是七點零幾分左右 但我今早七點起床 我就想看看,它已經淋完了 為了確認樓上單位倒出來的是漂白水 馮小姐還親自做了實驗 把窗口弄得很滑滑 看到這些,是吧 這些是… 污髒,要用清潔劑才能有這些效果 水是不會令到它這樣 封小姐放了毛巾出窗口做測試 一夜之間就脫色 她另外還拍下了大廈的外場照片 見到很大範圍出現異似白色的痕跡 甚至乎長身剝落 漂白水真的可以有這麼大的殺傷力 漂白水的主要成份就是刺綠酸鹽 如果刺綠酸鹽本身提順了 其實它是一些白色的固體 如果是真的有很大量的漂白水 我們倒在一個地方 它慢慢積累積累 一直乾了 也有機會有一些白色的顏色 或者是有些繩子 這樣就出來 但外場一般都是石屎之類 其實它們對簡性的抗性是非常好的 如果不是很長期很大量的話 影響其實是小的 長年累月幾乎每天都倒漂白水下來 馮小姐說她大受刺激 不止精神上 連身體都受影響 氣味影響得我最重要 因為臂肝會痛 而且一睡覺的時候 就會覺得臂肝的位置好像有痰的感覺 感覺是很不舒服 我這幾星期 那些皮膚出了很多診 我問過中醫 她說這些是皮膚炎 有機會你的身體本身有少許濕熱 再加上你的情緒有壓力 她就叫我放鬆些 那馮小姐 臂肝和皮膚出現的毛病 又是否漂白水作祟呢 本身那個漂白水 在一個高濃度的使用底下 是可以引致到很多問題 例如如果我們不小心皮膚接觸到 又或者吸入了一個濃度很高的漂白水的話 是可以引致到一些急性的反應 是可以令到那個臂肝的黏膜受損 皮膚如果拆到漂白水的話 如果是稀釋了的話 其實可能都有輕微 可能覺得少許癢養不舒服 長期接觸的 的確也是有機會引致到一些皮膚發炎的狀況 馮小姐對上那個是空置單位 而在樓上的單位就有浪衫 所以她有理由相信 漂白水的源頭就是來自這個單位 至於樓上這位住客為何這樣做 她就一籌莫展 我猜她可能覺得是清潔吧 但或者她不知道影響到樓下 為了求證我們去到樓上 竟然遇到那位住客剛剛出門口 即時上前詢問 有些住客反應 樓下有住客反應 其實你們的單位 偶爾都會有漂白水滴在樓上 其實是否有這樣的事 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其實問題已經持續了兩年多了 有些住客反應這兩個月問題更加嚴重 可不可以說一下為何要這樣做 而且住客也說 單位搞到窗都開不了 而且味道很厲害 自己會不會都不會再這樣倒錶拍水 對於我們的提問 住客採取誤會應的態度 接著還衝入後樓梯避開我們 為了確認 積聚在馮小姐窗邊的白色粉末 是否漂白水 她在家不同的窗口位置採索有關樣本 然後由我們轉交進行化驗 結果是怎樣呢 我們要測試有沒有漂白水 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就是一些瓶顛化甲的溶液 當它加了一些漂白水 或者含漂白水的溶液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黃色或者黑色的液體 接著我們要做的是 將所收集到的樣板 加進去水裡 溶解了那些粉末 或者棉花棒上面的化學品 從測試結果 我們收集到的五個樣本 經過這個測試 都發現沒有漂白水的成分 漂白水會有味道 它放了一段時間之後 尤其在室外 有陽光 有空氣的情況下 它可能已經還原了 變回普通的鹽 當它放了長時間的話 未必真的可以檢測到 它有漂白水的成分 我們即時將有關結果 通知馮小姐 她十分意外 完全沒有辦法 馮小姐唯有向屋邨辦事處備案 這天我們聯同她 一起去見負責職員 看看進度如何 最介紹的就是 最介紹的就是 我跟她聽過兩次 她從來都沒有成功到 她做這個影響給她 這個情況是怎樣的 初步會在樓下 做一些 擋擋的東西 今天會做 是的 這樣就會做 她的意思是什麼 她的樓下 她的樓下 因為那個單位 我們進去樓 都可以做些 擋擋 幾天之後 屋邨辦事處 在馮小姐樓上的單位 加上一塊帆布遮擋 情況稍有改善 但疑似漂白水的問題 仍然未徹底解決 馮小姐仍然十分困擾 唉 逃走 出走 因為 都可以去別的地方 煮半年 逃避一下 其實我是要回家 感到回家 但我討厭這種味道 是討厭 有些事 我真的想要 我可以寫 會 有些事 你 我